萧婷对丈夫抱怨说,家里是最私密的温馨港湾,突然被一群陌生人占据,我作为女主人哪还有私人空间呢? 看到他们在眼前晃来晃去,我就烦死了。 原来,萧婷不喜欢清静的家庭生活被外人打扰。 家中来了客人,众保姆盈盈盈像丫鬟一样环绕在身边。 萧婷很不适应,客人也不自在。 最令萧婷尴尬的是,每当她逛商场购物的时候, 陪接保姆形影不理,连上卫生间也站在门口守候, 令萧婷如梗在吼,但又不便发作。 进了咱家门就是一家人,和妻子的抵触态度相反, 陈经元对众保姆给予了较高的待遇。 每个保姆的生日,都会接到男主人的蛋糕和红包。 保姆生病,陈经元深更半夜,亲自开车送到医院就诊。 萧婷物理看花,越看越读不懂丈夫的奇怪家政。 如果,为了金屋藏娇, 陈经元大可不必把一群年轻漂亮的女孩引到妻子眼皮底下, 暗度陈仓。 如果是为了贴身照顾夫人,老公为什么又不顾老婆的感受呢? 在困惑、迷茫、焦躁与煎熬中, 萧婷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丈夫的惊天秘密, 或许早已看出了娇妻对众保姆生厌。 陈经元百般讨好夫人, 绞尽脑汁用物质平息老婆的怨气。 在陈经元的穿针引线下, 相谈是某大道一期、二期项目被纳入国家交通运输部补助计划。 为此,陈经元向当第一个主管部门负责人索要礼物。 我妻子最近气色不好, 你们可否送些营养品呢? 于是,该负责人专程赋经在同仁堂总店, 购买了十盒价值四万多元的东虫下草和四盒虫草粉。 陈经元转手交给了夫人。 高级补品,仍然难令消停舒展笑容。 陈经元便向一个老板索要两万元的购物卡,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娇妻。 与此同时,他继续卖力地为家庭工作。 湖南某工程咨询公司法人代表刘某, 通过陈经元向有关部门打招呼。 先后在湖南省双排、密罗、湘潭、韶山、贵阳、 新田和新绍等县市, 承接了一些干线公路工程、 可行性研究和勘察设计项目。 先后送给陈经元现金共减26万元。 2011年4月2号, 陈经元升任湖南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, 享受副厅级待遇。 就在陈经元为平步青云而举杯畅演的时候, 他的后宫却起火了。 原来,由于众保姆无所事实, 有的在家上网聊天, 有的整天发手机短信, 有的甚至染上了下载黄色电影的恶习。 萧婷看不顺眼便责骂了几句, 不料,这些由政府供养的保姆们, 并不把女主人看在眼里, 公然顶嘴, 甚至撕下一论女主人的不是。 萧婷强烈要求丈夫裁掉这些保姆, 为了平息娇妻的愤怒, 陈经元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, 把自费顾情的保姆米兰予以辞退, 不料,此举却为陈经元带来了灭顶之灾。 同样是保姆为何厚赐薄比? 被辞退后的米兰很受伤, 向有关部门举报, 陈经元用财政资金支付重保姆工资, 还把陈家私藏炮弹的事儿给抖了出来, 听官竟然私藏弹药, 有关部门迅速对陈经元的住宅进行了搜查, 结果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, 陈经元的镇宅之宝, 炮弹实际上只是几个巨大的炮弹弹壳, 弹壳里面装着脏款。 与此同时, 拜人员还在陈经元的书房地板下面, 搜出了大量的现金、珠宝和房产证。 2011年5月10号, 陈经元被刑事拘留, 5月24号被正式逮捕。 天哪, 炮弹原来是房家人的。 陈经元落网后, 他的妻子惊差万分。 原来, 尽管陈经元一直标榜自己是一个爱家模范, 但纪检和检察机关调查后发现, 萧婷的个人账户上存款不足5万元, 陈经元与前妻所生的大女儿名下的存款也只有1.6万元。 陈经元把受贿所得的赃款藏于炮弹壳中, 是为了防止妻子和家人寝无靠近。 随着陈经元的落马, 他的另两个保姆也只好卷起扑盖走人。 由于陈经元曾经向他们承诺, 在我家干几年, 我保证给你们安排进事业单位工作。 如今, 许诺化为炮影, 这些黯然神伤的女孩们, 抖出了陈经元的另一个惊天秘密。 原来, 第一次婚姻失败后, 这陈经元打击很大, 也在他心中留下了一道阴影。 为了牢牢控制住第二任太太, 防止美女娇妻红性出墙, 陈经元引进并遥控多名保姆, 监视着娇妻的一举一动。 家中有丁点的动静, 保姆们立即通过手机短信, 向陈经元报告。 直到这时, 萧婷才恍然大悟, 难怪丈夫与众保姆打得火热。 原来, 这些拿着政府工资的保姆, 竟然是卧底。 2012年11月中旬,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对陈经元贪腐一案, 作出终审判决。 法院查明, 陈经元于2003年6月 至2011年3月任职期间, 专则交通扶贫项目计划安排, 农村县级公路项目计划安排, 以及协调管理国省干线公路计划安排, 利用职务之便, 收受财务, 共计101万元。 此外, 上有464万元不能说明来源, 法院以受贿罪, 判处陈经元有期徒刑8年, 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 判处有期徒刑3年, 合并执行有期徒刑9年, 并处没收财产20万元, 至此, 这个声称为家庭工作的贪官的人生价值观, 彻底流产。 朋友们, 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, 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。 受财产号,